我們去買香菇的時候 你要看這裡面的折 不應該這麼黃 這麼黃就代表它已經賣太久了 所以它應該是比較白一點的對不對 對 應該比較白一點 而且它賣太久的時候呢 你捏它的脆度就不見了 如果是很新鮮的話 你一捏它就整個啪 就會跌開 這捏起來就是韌性 好像很韌韌 對 但是呢 你聞看它的香氣其實是在的 是 OK的 那有一些香菇 其實你聞的時候是有一股酸味 那這一種香菇你就千萬不要買了 所以外面要是核色的 然後裡面最好是白色的 比較白的 對 然後要有香菇自然的 這種新鮮的香氣對不對 因為它賣越久就會 顏色就會越深 你看這個就已經就是 有沒有 這已經就是花美了 這個香菇就是花美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由這邊去判斷 所以這個香菇呢 其實可能就是賣的人 因為像這一些乾貨 賣的時候它可以賣很久 而且稍微潮濕了以後 它的重量就會增加 反而可以賣得好價錢 好 另外我們就要看看干貝 好 干貝真的假的其實也有差 我們看看這個圖上面的這個干貝 是假的干貝 其實我常發現說我們在那個吃到飽的餐廳裡面 有時候吃干貝啊 都長這樣子 我覺得咬都咬不斷耶 對 其實那個 可是超韌容 像我們要講一下 這種干貝就是它的乾的乾的乾貝 就叫做 如果是以那個廣東人來講 叫瑤柱 那那種就是鮮干貝 鮮干貝又叫做那個袋子 新鮮的袋子 其實這個就是那種去乾燥的 可是你要看它要乾燥到這樣子 它本來的乾貝要非常大 所以現在這個一斤大概都是在兩千塊錢上下的 所以本來是大的 然後乾了之後 這就本來這麼大了 是 然後 是 很小 然後呢 新鮮的干貝呢 其實像有一些那個鐵板燒啦 高檔的那個都會用到真的 那如果吃到飽的那個就是會用到那個假干貝 那假干貝呢 所以是搖桿嗎 從搖桿來判斷嗎 怎麼判斷 口感 其實口感 然後它會有 應該不一樣 它會味道不一樣 鮮味不一樣 還有就是它真的干貝有一絲一絲的感覺 對 假的干貝呢 其實沒有 就好像蒟蒻一樣QQ 對 因為它裡面會放一些卡的藍椒啦 蒟蒻啦 還有一些夷醬去做的 難怪我想說奇怪 這個吃到飽的也真的是太大氣了吧 吃到二十個這樣子 因為那個干貝真的很貴 像這一種呢 你看就是 這兩種的價錢就是 它不到它的三分之一 對 這就是豬貝 那我們在外面 你也可以買到這一種大的干貝 但是是這個顏色的 那你可以感覺到它是比較潮濕的 那如果說我買的這個乾的干貝 對 但是是這個顏色 你摸起來有濕潤的感覺 對 又聞起來比較腥臭味的話 那那一種呢就不要買 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 就是它沒弄那麼乾 就是要偷起你的精糧 那它要偷起你的精糧 它沒有那麼乾就肯定就比較容易壞 那肯定容易壞的時候就會怎麼樣 就會加一些黃骨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就是我會介意大家 如果說我沒有荷包沒有那麼深的話 那我其實像一般炒菜我可以用一些豬貝 它豬貝也有一種比這個更白的 那個就不要買 那二氧化流吃多的話會怎樣 我傷身體 尤其是傷肝 其實海鮮的鮮味不會是腥味 所以海鮮那種味道是鹹 但是不會是死鹹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多吃天然的食物 你才分辨得出這兩個口感 像它一絲一絲如果你沒吃過 沒有辦法了解什麼叫做一絲一絲的感覺 就從小到大都沒有吃過真正的 就以為說那個是真的干貝 對 而且就這個價值來講 真正新鮮以及等級比較高 你買一顆其實比買這麼多 假貨要划算得很多 而且營養價值才高 其實像干貝這種屬於內臟類 一般如果說膽固醇高 或是你有痛風這一類的 其實是在過年期間不能夠吃太多 干貝是內臟類喔 對 它就是屬於蚌殼的內臟 它旁邊都有一些 它不是韌帶嗎 它不是那個開的地方 它有一些韌帶的一些 它一樣是會 就像你看那個大條蛤蜊 它中間不是有一顆白白的嗎 對 我想說那個是韌帶啊 所以不是 不是不是韌帶 所以它是內臟類的 所以有一些什麼干貝醇 就是干貝的旁邊那個叫干貝醇內臟 所以這個也是不能夠吃太多對不對 尤其是這個三高的觀眾朋友 沒錯 但是也不會吃那麼多的 那干貝它基本上看到來源 因為它有些大部分可能說從日本來的 對 但是有些因為它為了加工製作的話 它會送到大陸去 送到中國去做 所以它有時候來源不一樣的話 它價格跟品質也會不一樣 所以最上等的是日本的北海道的 對 最有名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金針菇 我們看看 金針 金針 黑心棉貨 我們看看這個金針 毒的 這個兩個顏色 有一個是看起來比較醜 左邊這個 但右邊這個看起來很新鮮啊 好像紅紅的還蠻漂亮的 其實我聽說這兩個你會選 你一定會選右邊的 我一定選右邊的 其實它是左邊的那個呢 其實我們在 比如說我去花蓮花冬 那我有幫他們農會做一些活動 那其實他們新鮮的香菇摘下來 就直接把它乾燥給它 就是已經是熟的香菇 金針 其實是這一種的 是這一種顏色 那這一種的呢 很紅的很漂亮的顏色 都是加了二氧化硫的 那這個比較黃比較淺的 跟這個比較黑色的 那這一種是有檢測過的 完全OK的 那這一種呢 其實呢 因為它怕它就是 會產生一個變黑 因為如果說你的金針沒有經過處理 它會變很 很像那個酸菜的顏色 就不好看的 賣相就不好 所以它有經過再一道手續 就是可能給它熏過 所以它的顏色呢 其實就是 藉於那個很鮮豔的顏色 跟這個的中間 所以這兩種其實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對 好 再來看看蝦米 這個金針蝦 金針蝦在過年的時候也常會用到嘛 好 那我們今天這兩種這個金針蝦呢 就是我們講的開洋 開洋白菜 或是草米粉都會用到的 對 過年的時候做蘿蔔糕也一定會用到的 那我剛剛講過 我們不要買那種要丟掉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是把品質 層次比較差的一個帶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也是賣比較久的 所以這個也是層次比較差一點 這個比較新鮮的 但是最起碼它們是沒有加藥的 有的是會加一些藥去把它讓它染紅 很橘橘 就像狗肩子一樣 如果加一些藥去讓它上色比較好 因為判斷的方式都一樣 你把它丟到水裡 如果整個水變成紅色 你就知道它有加上紅顏料 是 對 可以這樣子來變別 然後還要聞它的味道 就是真的就是有偏酸的味道 通通是不對的 你說味道的話偏酸就不對 我